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的所在位置呢 是台北車站的大廳 今天來到這邊呢 其實是因為本土疫情又再次爆發 可是中秋以及國慶接連要到來 雙鐵呢 不但是台鐵沒有宣布要降載 而高鐵反而在今天又宣布要增開 188萬次的列車 來輸運這個國慶人潮 但是呢 是不是又會再度引爆疫情 現在讓我們聽聽民眾的說法 疫情沒有到很穩定 所以感覺還是有點危險 這次大概也是因為疫情比較好 才會下東部 然後去玩 然後就一聽到這樣就趕快回來 就是應該還是不會再出門這樣 台北台東太難跑了 我覺得最嚴重是5月28號那個時候 因為我是住板橋 那時候每天晚上都看到 凌晨都救護車 大概30分鐘都一抬就一直跑 那時候是最嚴重的 所以後來我有68天都跑到南部去住 那時候最嚴重 後來有打疫苗大家疫苗普及率很高啦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就還好 可能會比較危險 因為有 應該有很多人很久沒回家了 對啊 因為畢竟也是今天 就是這兩天才突然爆發的 中秋有要淡香嗎? 沒有耶 為什麼 因為學校停課剛好停完中秋過這樣子 今天突然宣布了 對 因為這個部分是我在國外的實證研究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大家都很守法 然後不要把口罩拿下來 也禁止飲食 我覺得這部分目前看起來是 這個連結鏈是有被broker掉是安全的 我們是巴黎 我們是台幣 對啊 他會中獎 感覺這樣子比較沒有做好防疫 我就擔心大家都一窩蜂跑出來 然後疫情又又蔓延起來 我不會講耶 我覺得應該要再緩一緩吧 不要 那個 不要放鬆 然後讓那個高鐵油加開 我覺得這樣真的有點危險 怎麼樣 怎樣 沒有 可以 大家 我們 感谢观看